哈喽 大家好 小张又来赶海了 昨天晚上大风 听说这里有好多鱼 有一些鳗鱼什么的 好多人都在这边捉 我带了鱼网今天 走 我们下去看看吧 这个水壳里面一条鱼 这种小鱼游得特别快 我带鱼网了 差点忘了 还往不住它呢 哼哼哼 我这个 我也就抓钻鱼还行 这些鱼我弄不了 开玩笑的吗 你跟我啊 就上来就跟我 哎 这到那里 你都抓不住啊 来了 这种是一条黑鱼 这种野生的特别好吃 像这种就算是比较中等的了 不算小鱼啊 它这种再大 它也不会长得特别大 可以啊 收着吧 放桶里 哟 那边那个水壳里面 一条鰻鱼 你看 它头还抬在那个石头上 鰻鱼直接手抓吧 会满啊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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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鱼网里 这种是七杏鰻鱼 看 这种叫七杏鰻鱼 这是这种品种 很好吃的 这个肉很绵 放桶里 哇 这边有一条鰻鱼 这条比那条还大 它砖石头里面了 哎呦 捏它头 不要咬我 快快快 放进去做个伴 吓死我了 前面再找一找 这里的水坑特别多 说不定能有 水坑在石头里面下 你看这上面一条小鱼 呦 它自己进来了 这条鱼太小了 这种鱼小了 我们给它放里面 放海里吧 前面一条沙光鱼 沙光鱼 就可喜欢跟这种鱼玩了 哎呀 进来 这只怎么不大动了 哎呀 直接进来了 这种 它这个嘴怎么回事啊 受伤了 难怪不怎么动了 这一条不算小的 个头还可以哦 行吧 这个它要带着吧 好可怜啊 哎呦 前面那边 有一条小鱼 在这里 网着它 哎 哦 这条好轻松抓到了 这条比较小 这样的小的先放桶里吧 到时候一会放了 先放桶里养了 前面一条鱼 哦 这边是一条小黑鱼 哎呦 嘿嘿嘿 它在石头那上 跑不走了 这条小啊 先放桶里吧 那边有一条鱼 鰻鱼啊 还在游着 哦 这条上的个头还可以的了 不小 捏住它 哎呦 好好好 放 放鱼往里 放桶里吧 这鱼不少 你看 这个鰻鱼 很生猛啊 再去抓抓 哎呦 这边这个水分里 两条啊 鰻鱼 这几条鱼有点小了啊 看 先放往里吧 这边一条 钻那个石封里头 哎呦 啊 它嘴破了 这条鱼嘴破了 啊 压得尾巴了 哦 生气了 哎呀呀呀呀呀 哈哈 呦 短了 这条你回 episod 往里把猫拿出来都不接近 哎呦 好好好 一吓两条 吓死我了 放着 哎 该别小的一会儿放生了 呦 沙瓜鱼 今天的鱼种类特别多 沙瓜鱼 你看一动不动就等着我来抓它 哎呦 快快快 放松了 哎呦哎呦 我的妈 这里还有一条 这条都不知道动 这条脸怎么是 画得跟孙悟空似的 这沙光鱼特太猛了 这两只 在一块的 个头还都不小 快 这个放着 这个鱼有的小的 我们都放了吧 这会有点长头了 潮水 上来了 看我今天的收获 还算是可以的 鱼不少 像一些小的咱们放了吧 像这种 鱼呢 还不想走吗 上哪了 这个 好 这条先放了吧 这样的小鳗鱼 咱们也放了吧 它能活 长大了再来找你们 好吧 这些都比较大了 沙光鱼也挺大的 行 今天先到这儿吧 长成了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小张准备做一个 羊拌蛤蜊 还有一个麻辣大鱿鱼 这是我准备好的材料 蛤蜊已经吐沙了 我们现在开始处理一下鱿鱼 所以处理鱿鱿鱼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在这里面倒上一点白醋 5分钟以后 它的皮就可以撕掉 咱们先把它牙齿去掉 这是它的牙齿 把鱿鱼这个肚子剪开 处理一下 把它里面这东西都可以去掉就行 哎呦 墨汁 还有它的 我看 拽出去 盐桌子去除 几两果 去掉 把这个皮去掉 因为这个鱿鱼皮 你去掉会很腥 鱿鱿鱼已经打理好了 我们放点料酒腌制一下 放点葱跟姜 腌制10分钟 我们把这个河粒冷水下锅 煮一下 倒点料酒 葱跟姜丝去腥 煮到开口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丝跟辣椒末 翻炒一下 来一勺豆瓣酱 酱油 老抽 把一个一堆好的鱿鱼 放到里面 两边都翻个面 哇 好香啊 倒一点水 盖个锅盖 蒙一下 哇 这个蛤蜊都开口 准备把它打出来 咱们今天用这个蛤蜊直接凉拌啊 倒入准备好的葱姜 辣椒末 倒入酱油 来点醋 来点蚝油 滴两滴香油 放点这个辣椒油 在里面一半更香 大骨 这边准备很多了 鱼鱼差不多了 我们再换点辣椒 青椒 再炒一下 好了 熟了可以出锅了 咱们来 先来个啤酒吧 咱们这里现在已经够暖了 感觉特别爽 在这个有暖气的屋子里面 喝个啤酒 吃个海鲜 可以说是很爽的 其实我本来是连云港的 说是南方也不是很南方 冬天从来没有暖气 一到冬天就把我冻死了 所以我特别怕冷 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就害怕 那里没有暖气 室内比室外还要冷 冷的那是没出多没出场 今天一到冬天就把我扯回 好了 后来我上福建福州赌的大学 当时考学的时候 我以为南方嘛 可能肯定是一年四季如春 到那才发现那里的冬天更冷 那个冷是从脖子梗 凉到脚后梗 那个冷是湿冷是冷的 冷到你的脊梁骨里面 也没有暖气 那冬天也是特别难 夏天特别热 40多度 热的是地皮线上都冒烟 就那种热 后来我发现南方也不行 我就到了山东 发现嫁回来这边有暖气 特别好 一到冬天我也不愁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穿什么穿什么 这一点我非常高兴 自从嫁到了山东大日 不管是乡下还是城里 咱们都有暖气 想吃啥吃啥 为这事咱们必须得干一个 走 臭了 吃啥 隔离特别美味 鲜辣可口 欢迎大家来这找玩 吹着暖气吃着海鲜 喝着啤酒 可以说是很幸福了 我特别容易吃的 因为之前没有用过暖气 这种东西就是停不住嘴 要一直的吃 这样才过瘾 辣得太爽了 大鱿鱼 这么大一整个 这个鱿鱼啊 不是章鱼 有的人鱿鱼跟章鱼 不大分的清楚 这就是那种椰车上的铁板鱿鱿鱼 日子 褚浆 咱这个汤 真爽 extra鲜肉 必须走一个 味道还是现象可口的 这是章鱼头 这是鱿鱼头 说错了 这是鱿鱼头 这是什么式气味道 其实是很好吃的 味道好极辣 很过瘾 咱们这块留个顺床蛋糕吧 再来点这个 这麻辣小海鲜做的也还是很好的 根本停不下来 你们就说吹个暖气 吃个这个它香不香 真香 对大家一定要 该吃的时候要好好吃饭 该赚钱的时候努力赚钱 加油 这杯咱们透了 行我先吃着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